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到星期五 大家留意一下光環 我未出到這個 我留意到那個光環很久了 那個光環就是 給他最喜歡的星期五大香港早餐 我知道那個光環是有的 是呀 湯姆 貼斯汀 就是沒有阿匡 好像有鄭議員 鄭議員沒有留意 好像沒有特別出鄭議員的名字 沒有嗎?我們待會留意一下光環 有個課費 有個最喜愛的星期五主持 是啊 我剛才看到很開心 看到是課給我 怎知道後面那位是湯姆 那我也有做的 都很開心 都很近近開心 這個錄影給你 不是 他說最喜愛 我以為是星期五 哦 那個情況 不過這個固然很開心 特別到星期五才可以說出來 是 說回星期五的聽眾聽 是啊 不是 你不去呢 大香港早餐的聽眾應該一字五都聽 那你不在你的節目上說 不是啊 不是啊 我想提一提金主 就是不只是那位金主的 就是要續 其實星期二 其實我也有做星期一的節目的 是啊 我有做星期二和星期三 早餐的 我想提一提 那就是最好的就是 應該要分回星期三星期二 一直都有 你說是不是很好 誰知道一句借光了 長一點啊 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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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完 賣完 賣完這個廣告 一開始賣完廣告 那裡很沒廉恥 你沒廉恥就不是關於這件事 不是金錢的事 不是金錢的事 也不是新鮮事 我沒廉恥 我沒廉恥不要緊 我的公共慢 這是三星 三星,三星 三星三星 爆完電話後都爆洗衣機 從美國 explodes 不會錯的 好像收了一二十一宗投訴 是啊 在美國 SHIRU 然後爆洗衣機 started out on top 就不知道為何爆裂 我看新聞先生說 他的頂部跟洗衣機分裂 就是說他爆裂 是的 Aren't you 這個狀況 他的狀況有說到於大型遺密 或者那些 皮 不是,皮不是皮 那些防水的衣服 如果洗的衣服 可能那些冰衣 盡量不要很大力發 不要教用最高度的衣服 這樣就會移位 就會爆炸 而且上下的蓋子 它就是掛頂色 蓋子會跟洗衣機的機身分裂 那我看之前報道那裡見到一些照片 雙方也有照片 看兩張 也不是新鮮事 Samsung的東西爆炸 這個新鮮 這是電話爆炸而已 計電話爆炸 洗衣機爆炸 Samsung有很多東西 有電視機 是不是 電視機爆炸也挺大 還有冷氣機有沒有 冷氣機有的 冷氣機好像有 雪櫃有 雪櫃我知道肯定有 家庭電器很多都有 很大 我現在Samsung 真的不用操作 開始說得到 狀況是這樣 現在有二十多小時 美國那裡有聯合訴訟的東西 香港就沒有這些做法 本身就 但是他們有 美國就有 但是我現在看回 暫時看到的資訊 第一就是Samsung的網上 沒有公佈究竟是什麼型號 雖然其實應該是網上流傳的 他有一個範圍的 他說是 2011年3月到2016年4月期間 的揭定式洗衣機 有可能是有事 但是沒有一個指定的型號 或者有什麼型號 已經被投訴了 對 那你這些東西 好像我們說 任何食物 食物 有問題 都會告訴你 批次是什麼 說得很精準 那我怎麼知道 是不是 你現在連最基本的資料型號 都不給 他叫你上去檢查 然後現在他叫你上去檢查 他就叫你自己打回 serial number 我們有沒有那個連結 不要緊 不要緊 那個項目很簡單 總之有個項目 告訴你 你打回serial number 十五個位置 然後你就去檢查 去檢查 看看你這個型號 是不是有影響 但是我想說 洗衣機 serial number 通常放在後面 你拖出來都麻煩了 是不是 你肯定是在後面的 是看圖 那你是一個這麼麻煩的狀態 你叫人出去 又不說型號各樣 好了 這個是美國的狀況 香港的狀況是怎樣 香港的狀況是 問回 第一就是看他自己官網 Samsung的官網 沒有提過這件事 是不是 最新的那些新聞 還在說 唸出爆炸 是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 Samsung的Facebook page 在香港那個 是 最頂的Pose 都是在賣廣告 那如果你說香港 因為香港沒有賣這些小型機 咦 現在我們查到 我們查到 以台灣的傳媒 有他們翻譯到外媒 都是這樣 看到是WA多少 WA400和500 WA400和WA500 OK 現在聲稱有這兩個模特兒出現了 OK 現在我們去看 香港就沒有賣這兩個模特兒的機 但是有這麼說 以我所認知 很多時候有時候 外地一些 有些水貨 不是 外地出產 某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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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講清楚 是不是 我只有G字 那些人買了機的 那些人 不知道開不開機洗好嗎 你請他們上來新乾 よね 不是 你明白嗎? 它爆波和爆炸都處得很差 你有經驗你就知道 起碼這間公司出事 你要第一件事告訴人 什麼機有事 我們香港有沒有賣這些機 那你得人支持 如果你有賣機 你將會怎樣處理 是會立即回收 這些全部都要盡快去講出來 就是一個正確的公關手段 應該這樣做 正確面對消費者的手段 都不只是公關 這個牽涉你的人身安全問題 大哥 現在我看電視新聞報道 只是說 你的大型衣物或者被鋪 就不要較最大的 那我心想 你買個手機回來做什麼 大哥 是不是 原來那些東西 裝飾 原來那些東西 還有你怎麼可能要求 要求一個消費者 去遷就你的 尤其是你本身的功能裡面 是這麼多就是這麼多 最重要我想說 都不是討論那部機的功能如何 你這個危機處理 這個危機處理 這個危機處理 不是公關手段 我單單在說 是說你這個危機處理 真的會做到人 因為你看回那些新聞片 它爆得很厲害 天 鬼佬那些樓 樓樓 樓底那麼高 它爆上天花 會刮花的天花 是不是 你現在有年輕人走過 那怎麼辦 是不是 所以Samsung真的大了 我覺得 竟然可以這樣 現在出產那麼多炸彈 現在出產 很多炸彈 老實說 香港是佈滿炸彈的 香港有多少東西 是主要頻道 你檢視一下自己家裡的家庭用品 不要說這些 你總會有的 而且很多人 很多人有什麼小米盒子 之類的 我不是說那些一定有關係 我不是說那些一定有關係 但是你明白 這樣 這個叫做 賴過一下 因為這個也叫做 一個新的消息 還有發現到 原來你 安全事件 你香港Samsung這樣處理 就算美國那邊的Samsung 都是處理得很差 是 在他們官方沒有 透明度不夠 官方沒有說Model Number 香港的處理也是十分差 就算美國那邊不說 你也可以說 是不是 你告訴別人 這個就 說一說給大家聽 另外一宗 今天就是 頭版 都很多做的了 所謂 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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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轟動香港 我不知道這件事有多轟動 不過銀馬有多轟動 我自己聽到 嘩原來有這麼多錢 有這麼多錢 就是翠湖2.6億的違標案 昨天就審了 雖然說審了 但現在基本上只有一個人入罪 是 是 我們大概說一下狀況 這個狀況就是 沙田翠湖花園2.6億的天價維修 其實這個案情就是 在2005年的時候 這個維修商 邱瑞和 已經跟一些屋主的顧問 合作不斷在搞一些 樓宇翻新的 其實是翠湖花園 要大裝修 因為現在政府有令 有法例性 要一些私人樓 要定期維修 各樣東西 那個狀況 全部都要做 然後 其實在2010年的時候 優瑞和 這個維修商 就串謀翠湖花園 的法團的主席 黎國良 和新窗管理公司的 執行董事 和一些物業經理 即是新窗物業管理經理 和一些建築師的 事務所的一些股東 去做一些 提供 維標的狀況 現在這次被起訴的優瑞和 其實只不過是當中的中間人 不是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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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當中 有一個中間人去安排一些會議 就 就 反共 拉線 拉線 去大家吃一頓飯 談一下價錢 好不可以大家可以合作一下 建築商 可能搞幾間影子公司 成功可以入標的時候 中標的時候 大家全部都自己有的時候 選來選去就自己有 是 2.6億 每戶 其實要給30萬 對 30萬 是嗎 然後你還要是 那個飯局很精彩 那個飯局裡面 有這個 新昌前董事總經理 他就涉獲了1,500萬 范卓雄涉嫌 吹戶事任法團主席 協議收賄2,600萬 麗國良 然後建築師事務所 這個黃配建築師事務所的 時任董事 亦都是黃志剛 亦都是在座上的 有一個很特別的名字 叫何志剛 你記不記得 你知道嗎 有那個人嗎 同名的 是 那個是甚麼 我寫了一時不記得 那個 是業主兼法團維修專責少了的成員 不是 何志剛 那個是另一單 賓景花園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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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圍賣一台 說的是4,500萬 即是賄款 是啊 加起來是4,500萬 即是多少% 超肥的 超肥的 接近4分1 接近4分1的圍錶的價錢 就是給了賄款 是4分1 5分1 2.6分 你欺負我計算是萬 大概4分1 是 4,500萬 就這幾個有分 即是你給30萬 有5萬元 就下了他們 是 那現在就因為 就說這個 這個 有甚麼 柔瑞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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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他自己走出來 去廉署那裏主動投案 這樣 這樣 所以就減刑了 這樣 也都認罪 又減刑了 這樣 去判到這個35個月 這樣 也都要歸還 限去30個月內 就要歸還這個 25萬 現在所得的 所謂的利益 賄款 這宗案 那裏 這宗案 所謂為之震驚 現在其實未完全解決 雖然現在的案就是這樣 但因為 其實那個 翠湖那個 工程 如果就 確認是 叫做 完成了的話 那他們就要 給尾數 那樣 那現在很多業主 就不想給的 應該是 那也都有一些是 膠著的狀態 有些 之前有些是 因為想 覺得不給 那件事覺得 做得不好 那樣的事情 因為現在其實是 很多遺留的 我們看新聞 看到是 停車場 又是 脫皮脫骨 那樣 天花又 脫掉了 批檔 那些柱位 那些 那些 柱位連接 天花的 那些石屎 脫掉了 整條縫很清楚 那些花槽 那些又要蓋過 再搞過 就是很多地方 其實 所謂大維修 其實很多位 都足夠未搞定 那些 現在的業主 就很頭痛 他們覺得很困擾 我們看一看 業主說什麼 你看到剛才 其中一位業主 就很困擾 我覺得 追討不到的損失 對 因為現在 搞了那麼久 用了那麼多錢 但是 還未做好 他們要做的項目 對 2.6億 2.6億 這個厲害 2.6億 不過我想說 如果那件事 如果那件事 怎麼說呢 如果 他們現在 不是那麼多 掉樓 做好了 就是那些事 你拿一個工程 維修工程 一定要做的 就是妥妥當當 對 對 其實沒有人出聲 都給了 對 那些業主 都不覺得 是 什麼 就是給了 老實說 你那些業主 去到收到一個 這樣的通知 說要維修 那一定開始 阿同聲的了 哇 一定要給很多錢 那些事情 然後要搞很久 搞很久 又投標 現在告訴他們 要維標 但是 你也會有 很多文件 很多 那些標書 給你看 那樣的 總之出來的數 幾十萬 二十幾三十萬 那就是阿同聲的 然後 搞搞搞搞搞 然後終於搞完 這裡 最重要的是 搞了一些 長身 翻身 油漆 最明顯的 那些 然後有些細胃都做了 那樣 那樣 其實就沒有事了 就是 維修案 或者維修這些情況 其實就 長久以來都有 就是通界都是 通界都是 但是 其實 我覺得很多業主 其實就叫做 甚至乎已經默許了 我這樣認為 其實這樣說 如果假設那個食水 不是那麼深的 就不太覺得 就是未去到一個 可能2.6 就是說沒有人要 二十幾三十萬的時候 但是二十幾三十萬頭 去做個 維標 去做個大維修 其實又 但是未必是說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數 來的 叫做大 但是未必是說 大到真的 要 哇 沒聽過 但是 現在的狀況是 已經有 其他投訴出現 就是說 多過2.6億 一個大維修 其實這些數 未必是說 所謂天文數字 都預測回每戶 來說要給幾天 當然 有些大大小小 有些可能幾萬元 都有 但是我想說 其實很多時候 業主 是很不關心這些事 亦都這麼說 很難去關心 很難去關心整個 整個 譬如你大維修牽涉的 所有的事項 就不要只是說大維修 只是平時日常 你只是請哪個管理公司 已經搞好久了 尤其是如果你買理事那些樓 剛才理事那些樓 那些管理公司會包起來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業主立案法團 成立之後 可能想踢走理事 包起來 有相關理事的管理公司 但是要搞那些 保安公司 保安公司就是管理公司 要搞那些 踢走那些 關於發展商 關於地產商 本身屬下那些 那些管理公司 只是搞那些 已經很多麻煩的事情 這些也是大事 也是麻煩 跟著你譬如 之前說那些 最低工資 有些少 不要說這麼大型的屋苑 說兩三棟樓那些 那些又會再談 要因為最低工資 請清潔要付多少錢 請保安要付多少錢 請保安要付多少錢 也是搞很久的 是很煩的 其實我想說 你私人樓的業主 他們要自己去管理 那個整個 不管你大型屋苑 細型屋苑 就是屋苑的業務 是很煩很煩 是非常煩 其實我自己認為 是應該專門請人去做的 是 你會有一個業主樓法團 但是你要專門請人 專門職去跟這些事情 當然業主樓法團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請一些 民職的工作 可能跟 那些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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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專業的東西 那些是未必可以的 還有很多時候 因為 其實 怎麼說呢 你變成是他們 他們買了一層樓之後 之後覺得 這個又要付錢 那個又要付錢 現在最不 他們最不強的 給錢 可能就是顧問費 因為顧問費很多時候 都覺得是騙錢的 但是如果你的 業主樓法團 是 叫做 能夠跟得好些的 或者 你本身瘦身的 瘦身去做的 或者你很熟悉那樣東西 可以真的 熟悉就難了 熟悉就難了 你很難要求 每個人都 真的熟悉那些 這些管理項目的 但是如果你 我意思是 你知道如果你要求 業主本身熟悉那些 當然會有些專業人士 會熟悉這個 是的 但是業主就會想 那個錢 請一個人 可能是 你不會是萬多元 請到一個人 可以熟悉那些東西 講清楚 如果請秘書回來 他幫他看 或者請一個文員 幫他看 他主要是看 哪個便宜 哪個貴 只能夠說 那個便宜 那些便包些什麼 那個貴些 包些什麼 他只能看這些 但是專業的人才 他們是 聽不起的 或者覺得嚴貴的 嚴貴 嚴貴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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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時候 業主會覺得 喂 我 業主立案法團的那些委員 本身就一定要是義務 不是義務 就 有私心 又不行 就是壞人 但是就算是義務 你也會有私心 譬如 你只是住樓上 頂樓和住樓下都差很遠 做不做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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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不是 好像 我之前住的那棟大廈 最頂的那棟是那些 Pan House 就是有那些特別靚的 酒廊特別靚 有些落地的水晶燈 所以你住那裡 不是 我搬走了 你住那層的 我不是住那裡 我住那棟大廈 是這樣的 那個水晶燈 問題就是 它經常過熱 導致走廊很流行 然後要求就換了它 但是你換了它 那一層樓 只不過是跟那一層Pan House 那些人事 其他小業主當然是不想夾錢 那你當然是反對的 如果你的業主 就算他本身是義務 你當然會有些私心 你每個人 關心那層樓都不一樣 你大堂或者花園的噴水池 要不要弄 你要弄噴水池 還是拿來蓋樹 這些都可以咬一頓 就是你每個人 自己出發的時候 你當然會有些不同的意見 你弄不弄 弄不弄噴水池 那棵樹 要不要維持 都是要一個開會的議程 是啊 所以你的狀況是 我只會認為 那些業小業主 很多時候永遠就覺得 你業主立法團應該是義務的 另外那方面 剛才我一開始說 他有一種默許的意思 他們會 Deford 說他們肯有些好處 是 是 有他們吧 少少地 你明白那狀況嗎 你覺得是 他們默許嗎 很多時候都會是 我覺得他們是懵然不知 怎麼會啊 又這樣說 其實他真的是 畏無事 大哥 我會這樣認為 我想說其他 不反對的 那些 那些是業主 那些是 你業主立法團那裡是一堆人 但是如果你是 其他沒有參與 業主立法團 純粹合錢那些 我覺得有些是懵然不知的 根本不知道有些 那我不排除總有講諸的 但是我說的意思是 有些就算他們要意識到 喂 業主立法團其實很多 很多工務 很多事情需要去做 但是呢 你要求一個人去義務去做 或者他要花很多時間 心力去做 是基本上不可能 也都未必懂去做 是不是 那如果他們要請人各樣東西 他們 他們不會願意去付錢 這個錢 那他就會 他願意做這些位 當然是有些利益在後面 那可能是政黨利益 可能是低屬什麼政黨 想做什麼裝作 那些資訊 是啊 那些人是有你的 然後另外 你可能在裡面有些過水濕腳 還有一個心態的就是 你不要質疑 質疑是你做的 就是誰說誰做的 你不要質疑 你不要去參與 那他又不想付出 那當然 跳出來我已經很忙 所以你變得很容易有些遺標事 你以為 你可能心想 他可能過水濕腳濕一點 誰知道原來濕這麼多 就是 最終出來就是 你看到現在好像這件事 他罵到這麼大的 罵兇兇了 那他又 我們又追不回陪伴 真的很慘 但是 這個業主立案發團 是說收了二千多萬 但是你想當初你那些業主 你自己有沒有去跟 是 有沒有去跟 當然你說很難跟各樣 那如果你很難跟 你開大會的時候 你就要求 那個業主立案發團 給我一些我看得明白的東西 給我一些我聽得明白的東西 是不是 就是 你不參與的程度 你明白嗎 是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這個是跟立法會選舉 差不多樣的 你明白嗎 就是 你給一些廢的人去做 窩渴了之後就告訴你 唉 真的很慘 後悔當作 即是天然氣的人馬上跳 即是 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是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尤其是 C樓很多時候當自己是中產的 是 又放了樓之後 所以 就是 你明白嗎 這個 這個 剛才那個 小業主 剛才那個小業主那種 雖然都很可 即是都有這個狀況發生了 但其實他們自己都要負上最大的責任 可以 可以這樣說 即是我覺得 即是有時候不要這麼縮骨 不要想著 不要想著 要有正途去處理的事 其實你是可以 你正途去參與 以及正途去給錢人做 就算 就算 就算業主立法團那些人 可能需要資深去做 那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 我相信大部分 或者我所知道 看到的 他們大部分人 都不會 說這些錢不需要 這些錢 沒有理由可以用的 其實 其實 如果假設他 又說是資深的話 他會質疑 那個人能不能做到 黃太太 黃太太 喂 還會不會做 那你可以質疑他的 到時候 譬如他的報告 看不明白 或者不捉捉那個樣子 你就可以質疑他 還有你會給 當你真金 你知道香港人 那種消費心態 當你真金 你是業主 你業主立法團 你是有資深的 他就睹你了 我給了錢 是不是 即是我覺得資深 是很合理的事 但是 不會的 他們不會考到這些 但結果未必 未必是好的 即是對於 即是 即是 付了那麼少錢 又說 哎呀我給了幾千元 你做的 你真是 我的意思是 資一個合理的身份 即是代一份工那麼大 是啊 合理的 全職去做都可以 你真的很多事情要做的 事實是這樣 很多事情要去理 像是一個小村子 如果你說人口上 如果大型屋 好像你今次翠湖 八百多湖 大哥 多少人口在裡面 是 是不是 你實在是很多事務 對不對 第二節回來再說